好,同学们,咱们上次呢,说了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常用方法 那现在呢,继续来分享一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啊 这个方法不常用,但是偶尔呢,会用到一些 所以给咱们说一些 这些呢,主要是给排版相关的 排版相关,比如说看第一个 它可以把这个字符串呢,手写字母变大写 那其他比如说,比如说有含有大写字母呢 它会变成小写 那小写的呢,也不会变 小写的不会变 咱这边测试一下 比如说这边有个 s 等上一个变量 比如说叫hello 比如说hello 随便写吧 就大写了 然后呢,word ok 好,点 这个叫什么 直接print它吧 我也不复变量了 好吧 s 第2 然后呢,咱们右键来运行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呢 第一个,首先第一个是变大写了 并且呢,其他的如果是有大写的 给变成小写 那其他的不变 小写的不变 啊,这就是这个 好,那下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title 它可以让所有的 你的传入的字符串里的所有的字母呢 都变成大写 所有的,就是单词的首字母变大写 比如说,还是这个字符串 s 第2 s 第2 呃,叫做title,是吧 好,来 运行 看这里 它可以呢,把所有的 单词的前面这个 变成大写 并且其他的都变成小写 啊,其他的变成小写 这里是不是有个大写的 哎,它会给它变成小写 好,ok,这是这个 那还有一个upper 可以让全部变大写 全部变大写 s.upper 那当然,还有一个小写的 直接一块给你写出来 lower 这个呢,都如是了 好,来运行 好,你可以看到 这是全部变大写 这呢,是全部变小写 好,这是大小写 大小写的准备 那还有这个 啊,这counter counter是什么意思呢 来,聚中打印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还是这个打印 然后呢,s.counter 比如说,我写个10 它会把原来内容 就是原来是这个haraword的啊 多少个 那这个可能超过10个了 打印20个 就是我们所打印的这个对象 打印出来占20个 这个字节的一个长度 总共20个字节的长度 把这个呢,添加 如果 如果当前你操作了这个字符串呢 如果是不够 20,它会向两端 进行填充 进行填充 它会把你当前的字符串的这个对象呢 放在中间 当然这是一个用空格填充的 有时候你会想到用其他的方式进行填充 其他的方式进行填充 好,那这里呢 我们定一个变量 好吧 当有多个使用的时候呢 你就需要定一个变量 这样的话语法看出更清晰 然后呢 在这儿 然后呢 这是这个 之后呢 这里边再定一个变量 这叫什么呢 R是吧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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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s s.counter 20 如果你想填充其他字符串 在这个counter里边去传另外一个值 传一个字符串的值 好吧 那我们先把这个单掉 这是叫个new 2s 好,这里呢 比如说我填充 填充什么呢 我这样直接执行 你看可以看到什么效果 你没有传任何值 就是空的 这不允许的啊 必须有一丁 必须有东西 因为你定制定义了这样长度 对吧 比如传一个星 这种字符串 它可以把这个空格 原来空格呢 就是填充成 填充为这种 你现在传的这个字符串的一符号 这里边是星 当然你可以传横杠 都无所谓 都OK 都OK 好,这是那个排版 排版这个counter 那这个就不怎么用 不给大家说了 不给大家演示了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从右边填充 这个从左边填充 那这个是从两端填充 好吧 好 那这边也有视力 也有视力 OK 好 看这里有一个小扩展 小扩展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这个 有这样一个字符串 啊 有这样一个奏充 哎 咱进口来 然后呢 把这个就注释了啊 好 你可以看到这里 刚才我直接这样一弄 直接都自己收起来了 是吧 我是按了Ctrl键 加上我们的大约号这个键 啊 不是大约号这个键 是加上应该是这个 哎呀 我加了什么键 加了一个 我刚才看着哪个键 来 再弄一下 弄一下之后 我上 忘了 行 等一会儿 我那什么吧 展开应该是 不对 行 这个算了 回来 我回来 按出来之后 想起来再做 啊 这个好 那现在呢 来Ctrl V 看这个字符串 一个小扩展 比如说我们想 把那个第一个 每个单词的 每个单词的手字 我们变大写 对吧 那可 可能会出现你 不是预期的效果 比而 Title 用Title变大写 对吧 好 这个是Title 你看这里 M不应该是大写吧 是吧 啊 所以说我们就要 介入一个工具 之前我们一直说 Python是 是有好多模块的 对吧 那这个一个是 它这个模块啊 它有内置的 还有第三方的 那这里呢 它有一个内置的 叫个 Empod Stream 那使用模块呢 使用模块呢 Stream 啊 这个 使用模块 导入模块 要像使用了 你就必须先导入 就先引入了一次啊 你就用关键字呢 Import进行引入 这个就是 某块名字 它这里边有个 Stream 点 叫个 叫什么呢 叫什么 啊 叫这个名字 可以 可以挖了 然后呢 你把 你要需要转换的 这个呢 转换的 这个 转换的 转换的 这个对象 对象传进去 它会返回一个新的 新的对象 哎 好 那现在来 打印 打印一个 我们看 返回了新对象 你看 这种 它就会返回正确的结果了 对吧 啊 这是一个小的扩展啊 小的扩展 假如有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用一下 啊 其实应该用到的情况不多 我写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 几年 这样 我几乎让 主要是咱们Python 主要是写程序的 不是搞这个 一般情况 不会用到这个 不会用到这个 好 好 啊 说了这么多 主要是还没说到一个交互 是吧 交互 交互输入 我们在那个什么 呃 在另一个编程中 有一个叫read 是吧 read-p 对吧 你可以进行输入 然后呢 呃 输入之后呢 它会接受 用一个编量去接收 就会接受你输入的值 那么在我们Python里边 用什么呢 用import这个函数 import这个函数 先把这个注释了 啊 import函数 import input 啊 input函数 这样读啊 input里边呢 你可以写一些 字无串的一个提示符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请输入 用户名 对吧 那这里呢 后边我可以 这个注意 这是一个input呢 是一个内置的函数 那这样的话 我可以随意定一个编量名 任意的编量名都行 只要不是关键字都行啊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再答应一下 想一下什么 imp 然后呢 来 运行 好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input 我们传入的值呢 进行在这里 进行中端上进行显示了 对吧 它会让用户去输入 比如说我输入shark 好 可以看到 这里是 是不是打印了shark啊 打印shark 那我们现在呢 来回顾一下 今天 今天之前讲的那个内容 就是啊 字符串 一个常用的方法 有个叫strap 是吧 strap 让它是去掉 字符串对象 两端的空格了 是吧 那比如 比如说我们在这 为了实验呢 我们可以在这加一下 加一下这个 好 看到 它到底有没有空格 对吧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用户不小心 会输入一些值 比如说 我不小心敲了一个空格 然后继续按一个shark 然后我不小心敲了一个空格 有可能 有可能 这样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前边是有空格 然后后边也有空格 对吧 然后这里 是我们在这里 加了一个字符串 加了一个字符串 那同样 为了区别呢 我们在这可以 也可以加一个字符串 好 我们再次 空格 空格 多空几次 都行 这弄个tip键 空格 都行 好 这你可以看到 这两端都有空格 是吧 那有时候 我们接收到这个值呢 进行去比对的 或者进行用的 我们不希望有空格 空格 它是字符串 但是我们平常定义变量的时候 根本不会用空格 是吧 所以呢 我们会把这个空格去掉 当然你在这地方去掉也行 点strip 在这去也行 比如说空格空格 shark 空格空格 好 你可以看 这个也会起到效果了 对吧 当然一般我们会在这 在这用 在哪呢 在input 可以直接点 strip 什么意思呢 就首先我们看等号右边 之后呢 我们从左边 等号右边的值呢 对象呢 要从左边往右边看 它会被一次 被一次获取的 那这个input呢 当你输入之后呢 这是一个函数 它会先执行 输入之后呢 它会 把这个对象创建出来 放到这啊 放到这 如果没有strip的话 那就放到这之后 它会把这个名字 给到这个用户输入的 这个值 创建了这个对象 也就是这个字符串 给到了之后呢 才会有它 对不对 那现在有strip了 有strip了 它会把什么呢 把用户输入的值 创建一个字符串的新的对象 最后呢 用这个对象的strip方法 去掉 它的两端的空格 之后 最后又返回了 对于这个strip 这是strip返回了值 直接给到 imp了 也就是 经过这一粒处理之后呢 把这个imp的名字 又分配给 谁呀 strip最后执行了结果 这个对象上 所以最后呢 你打印这个呢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空空空 shark 空空空 好 看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我告诉你 这里呢 不支持 我还是 还是一样的 不支持中间有空格啊 不支持中间有空格 中间有空格 它还 会是一个完整字符串的啊 好 那这是用户的交互 那交互有时候呢 我们需要输入密码 是吧 那输入密码 有时候呢 我们不希望看到名文的 对不对 不希望看到名文的 然后看这C 好 那这里边呢 来 算掉 然后呢 这是呢 pwd 是吧 那这是 好 这个就不变了 好吧 这是密码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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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来运行 可以看到 也敲空格 不敲空格 就行 啊 可以 好 可以看到 这里呢 让你输密码 是吧 输密码 比如说 我一二三 这时候都看到了 但是我们不希望 有这种现象 对吧 不希望有这种现象 好 那这个呢 print 打印出来 iMP 我打印出来 但是可以 对吧 不希望有这种现象 你该怎么办呢 用这个 还是需要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 使用这个get pass模块 getpass模块 有一个叫做 getpass.getpass 好 这时候你再输入一下 试着 注意在这里 不一定有效 不一定有效 相似是 特别在温度机上 更没效 12克 好 这里呢 什么 密码是吧 你看这里 是不是没效 这种值 在哪生效呢 不是在开发工具里边生效 在你的终端里边 通常我们喜欢开发工具呢 都会运行 都会运行什么 都会在一脚本形成进行运行的 比如说在终端里边 我们试一下这个终端 比如说在终端里边 pwd 看一下 这个是ls 看一下cd 那就是python直接执行了 python3 然后呢 是字符串 字符串 长 这今天有了 我直接按走右键 好 这里是用户名 比如说sark 好 密码 123 123 对吧 这是不是 它又什么也没有啊 我敲回车 你看这是不是有输入了 必须是这种方式啊 必须这种方式 运行才有效 那我们大部分生长环境下 也是这样用的 不会在python上执行这个工具 只是为了开发 这个python 好吧 那这是用户的交互啊 输入输入输入 OK 那这个字符串的长远方法呢 就给大家全部介绍完了 那下一章呢 我们会讲什么呢 讲一个 列表 另外一个序列设计 也就是列表 列表的操作 列表的操作 这个列表操作 OK 如果以后遇到 什么字符串的 其他一些方法呢 就是说偶尔 或者是不常用的 到时候呢 我们再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那这次的歌唱就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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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